113年车辆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直到4月30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每超过三天就会加征1%的质纳金 超过30天没有缴税的车辆如果行驶在公共道路上被查获 会被处一倍以下的罚还 请车主要赶快来交款 113年车辆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直到4月30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每超过三天会加征1%的质纳金 超过30天没有缴税的车辆如果行驶在公共道路上被查获 会被处一倍以下罚还 提醒车主赶快交款 华林地方税务局要提醒民众 缴纳输缴纳期间到4月30日 如果预缴纳期间每月3日加征1%的质纳金 最高将加征到10% 还要提醒民众如果缴纳期间满30日 行驶公共道路将处一倍以下的罚还 民众如果对开征使用牌照税有相关的问题 欢迎拨打本局的电话822-6121 那将有专人结成的为您服务 税务局表示如果车辆在地震当中被毁损 可以向监理机关申请报废或者停驶 或者是凭修车厂证明提出减税申请 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地方税务局专线来查询 借轮会欢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